本章主要录制的是,如果你的网路不能连线的话 那可是你的线材本身好的话,到底是什么情况 首先如果说你看到网路,网路正常连线它的名称就叫网路 假设你多一个设定,可能叫网路1或叫网路2 但是可是这个就连不上去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呢 先拔在网路线,先确定你是断线状态 然后选IE,然后选工具,选忘记网路选项 把所有的暂存档跟cookie全部都杀掉 然后再来再重开机 那开完机之后的话,要确定是没有连线的情况之下 再插入网路信,开启IE即可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很多东西有一些IE的部分的时候 就是你在上网,上网的时候人家给你放一些cookie cookie的时候他就给你放一些设定 那放一些设定的时候,这些设定的时候 可能他有一些特殊目的,我们不知道 重点是他已经违反你的原先的设定 那到时候情况之下你用这些设定去连网 当然也连不上啦 那你一定要当自己排除在这种状况 最好的方式你就是用硬体断线 那硬体断线完了之后 你还要把这些cookie杀掉 不然你下次再重新开机的时候 你这些暂存档一样再出来 你一样是不能连线 所以重点是怎样 重点就是你先拔掉你的网路线 选IE,选工具,选忘记网路 然后再来把所有的暂存档cookie杀掉 杀掉之后再重开机 然后开机确定没有连线的时候 再连上网路线 这样的话就可以恢复正常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尹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